HELLO 各位兄弟們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我是老頭Olderman 今天我們來要教大家如何使用直播軟體喔 因為有很多的觀眾問我說老頭直播要怎麼開會比較好 那其實好像大家對直播這一塊挺有興趣的 日語俱增,問的人越來越多了 所以說老頭就來拍一下吧 到時候有人問我直接把這個連結貼上去 我又可以賺一筆廣告費,沒有啦 我就可以省很多事 差點暴露 你們剛剛什麼都沒聽到,你們都沒聽見 那麼直播軟體最常見的就是我們現在看到這個面板 就是這個OBS 不是旁邊那個綠谷初九不要理他,我只是覺得他很帥 把他放上來而已 這個最常見的就是OBS這個軟體 這個軟體其實真的非常的強大,而且他自始至今 目前為止都是免費,我真的覺得超棒的 這個幫助非常多的實況主 成就了很多實況大佬的一個基礎 一個基石就是這個直播軟體 當然也是有別的直播軟體啦 那另外一些直播軟體我就不說,有些要月費,有些功能不夠齊全 有些人可能更新到一半就停更了 就爛在擺在那邊 這個我們就不說 我們今天先來說OBS的方面 那OBS的方面他講實在的真的也不難 而且說實在的挺人性化的 然後呢又免費大玩 不用錢 功能又這麼強大 怎麼能不夠善加利用呢 那麼除了要有直播軟體之外呢 電腦的硬體設備其實也非常的重要 那老頭在這邊直接建議各位 硬體設備最起碼要 CPU是要IA5以上 然後顯示卡最好是挑中高階的 記憶體最少也要16G 這是老頭的標準 如果你沒有達到這些 標準值的話 我是建議你可以把它換一換 個人是這麼認為因為 現在的遊戲高畫質的遊戲非常的多 種類真的是很多 你動不動就是那種 超擬真寫實 光影特效什麼blahblahblah的 剛好如果這款遊戲你又想直播 那你的電腦的硬體又這麼的爛 然後就真的只能吃土了 除非你對這些高畫質遊戲完全不感興趣 你就只想玩創世神 沒問題 你用一台文書機 基本上也可以直播 真的沒有問題 好不好 所以說呢 個人是比較建議 那如果你們想要知道老頭的電腦設備的話呢 老頭會把電腦設備的這些 數據把它放在這個 影片下面的說明欄位 你們有興趣你們可以去查看 這就是老頭平常在直播的電腦規格 那麼接下來這兩者都有的話呢 我們接下來就可以開始進入 我們這個設定的部分 那麼在設定的部分呢 我們通常會使用的區塊就只會有 串流輸出 音效以及影像這個部分喔 那其他基本上快捷鍵進階的話老頭基本上沒有在動 所以說我們就不多做一些教學 我們就只講這四個部分好了 這四個部分真的比較重要 這四個部分你設定好之後才有辦法順利的進行直播 好不好 那我們接下來先來講串流的部分 串流的部分的話呢 這個就是選擇說你要從哪裡做直播 老頭平常就在YouTube做直播嘛 所以說就是這個YouTube Gaming 然後這邊就好像 這邊就有非常多個種類喔 像是Twitch 然後我沒有看過的直播軟體 還有Twitter 還有Facebook 這個連Facebook都加進來了 那通常會是這兩者啦 老頭都是YouTube 那YouTube直播之後一樣有分伺服器 那相對的如果你是選擇Twitch Twitch的話就會有讓你就是連結帳號啊什麼幹嘛 這個我沒有用 這個就自行研究 好不好就自行研究 我只講我YouTube的部分 YouTube的部分的話呢就是讓你選伺服器 有主伺服器跟備用伺服器 如果你覺得你的主伺服器不穩定 開直播好像會lag幹嘛的 你可以換個備用伺服器 可能會比較順一點 那再來就是屬於這個串流金鑰的部分呢 你連結把它點進去 跳出來之後 你就會找到這個伺服器編碼這邊的位置 這個你可以都不要去理他 你最主要的就是要把這個金鑰呢 窗選起來 複製 複製完之後 我們直接把它貼在上面 按下套用 或是確定都可以 這邊的部分就設定完畢了 設定完畢之後呢 你就可以去輸出這個部分 通常這個 影像位元率呢 老頭都設定為6500 6500的話呢 大概就是可以支撐到1080p60 老頭其實直播都是1080p60 因為看起來會比較滑順 那如果你是只有30張的話呢 這個部分我們待會可以再講 我先講一下我自己的部分 60張 我都是開6500 不高也不低 大家都是可以承受的範圍 所以說我是開6500 那其他的規格什麼720p 72060p 我等一下會放一張那個圖片 讓大家去做參考 大家覺得哪裡 是你需要的 你就可以把這個數字填上去 那麼編碼器的部分呢 通常老頭是選擇硬體編碼 硬體編碼就是顯示卡的編碼 這個是有關你顯示卡的 效能 如果你顯示卡效能很強大 強大於你的CPU 通常都是會比CPU還強大 所以說你可以使用硬體編碼 OK這個編碼串流講完了 我們接下來講一下音效的部分 音效的部分算是這個 設定裡面我認為最簡單的部分 就是 其他都不要管 你只要管輸出音效跟麥克風輸入音效就好了 麥克風輸入音效就是你的麥克風 通常他都會幫你抓進來 你可以自己選擇 再就是輸出音效的部分 就是你玩遊戲 總不可能都是演墨劇吧 對不對 你這個東西不放出來 觀眾哪聽得到你遊戲聲音 哪聽得到你放的嗨歌 諸如之類的 這邊設定好之後 按下套用 通常都可以使用 就這麽的簡單 再來就是影像的部分 影像的部分其實也蠻簡單的 但是也是蠻重要的 那麼 你們會看到這邊有來源輸出 解析度 以及壓縮方式 跟常用FPS 這個地方其實大部分都是會用原比例做縮放 什麽叫原比例做縮放呢 各位看到這個來源就是你螢幕的解析度跟你遊戲的解析度 這個可以標準 我們不要看這個 我們看輸出縮放的部分就好了 輸出縮放的部分呢 這就是 你直播你想要用多少比例的畫面 去給觀眾 我們現在是 1920x1080 那我輸出也是 1920x1080 對吧 那就代表說我是 照這個 原比例去 投射這個直播畫面 給觀眾看 等於說 我們看什麽 公民 不會是因為經過我這邊 然後呢就哭哭被壓縮了 花質變差 什麽如此類的 這樣應該懂我的意思吧 那 這個其實會吃 電腦硬體 電腦的那個效能 如果你覺得會lag 個人是比較建議就把它改成 1280x720吧 我應該沒記錯吧 這通常都是可以吃到720p的這個 解析度 進而把你的遊戲畫面做壓縮 再投放出去 這樣子他們看了才會順暢 這個是最早的設定啦 現在的電腦硬體 跟網路的這個上傳 我覺得應該不用設定這些 不過如果你們真的 會讓直播卡頓的話 我是個人建議可以把這個調整720 1280x720 讓這個比例縮放 縮小一點會比較好 那再來壓縮方式我是不理他 所以我就沒選擇了 然後常用FPS這個部分呢 照理來說 預設是30 30的話呢 其實就是 最基本的觀看的 幀數啦 那60會看起來非常的滑順 這個相信各位有看過60 章的這個遊戲畫面 就知道有多滑順了吧 那相較之下直播你用60去跑 那要吃的資源也會比較大 但是觀眾如果可以看的話 是真的非常的順暢 會比一般30還要來的非常的順暢 然後所以說老頭就是設定成60 所以說我只要一直播上面就是1080p60 大家用這個畫質看 就會嚇嚇叫 哇怎麼這麼的順 這麼的爽 看起來就是舒服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這就是影像部分的設定 好啦在這個簡單的設定結束之後呢 我來這邊再順便交個簡單的 如何把遊戲畫面抓進 你的直播遊戲內 這個其實就非常的簡單 我們現在所看到這個畫面 我們現在所看到這個可以移動的這個畫面呢 這個就是我們直播要呈現給觀眾的畫面 當然你不可能直播用這種方式呈現嘛 會有點不太好 因為畢竟你電腦個人隱私可能會被大家看見 所以說呢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在我們這個來源的部分呢 按下我們這個右鍵 會有個新增這個功能 這個新增的功能 裡面有各種大大小小的一些設定 那其實就都已經翻譯成中文了 我相信各位應該是不會 看不懂吧 那我們就直接截取遊戲畫面 其他的各位自行去嘗試 我就不再 多做敘述了 我們要截取遊戲畫面嘛 遊戲畫面在這裡 然後呢 這個看你是要輸入什麼名稱 不要理他按加確定 確定之後呢 他這邊會有模式 個人是直接 選擇截取特定視窗啦 這樣子你才不會有一些 不想可以別人看到的東西跑出來 這時候選進去之後會有個視窗 這邊你可以學什麼LINE啊 反正會有一些之類的 這是我的遊戲 我把遊戲帶進來 出現了 再按下確定 你的遊戲畫面就被抓出來了 抓出來之後呢 你可以把它放大 對了 這邊呢 顯示器是我們現在 直播你們所看到的東西 我可以把它關掉 這邊有個眼睛 可以看到這邊有個眼睛 我滑鼠在動這邊 這個眼睛按下去可以關掉 就是這個 那個 觀眾就看不到了 那我們這個遊戲截取畫面 已經出現了 就把它拉到最大 OK 那你就可以放心的做直播了 將來你不管你做什麼 螢幕上的切換 觀眾都看不到 就這麼的簡單 好吧 那麼 今天的教學差不多就到這裡結束了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一個教學 希望對你們有幫助 如果你們有更多的疑問呢 也可以歡迎在這個影片下方留言 如果我真的知道 我有空 時間回答你 我就會回答你 好不好 那麼希望真的有幫助到你們 感謝各位今天的收看 我們這個教學影片就這樣結束啦 我們有機會再見面吧 掰掰 H 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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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